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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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網友 這條片的起源我看到 中國駐新加坡的大使館 就是警告別人不要去賭錢 不要跨境賭博 這個令我覺得非常奇怪 因為 從來 在新加坡 馬來西亞 韓國的合法賭場 澳洲的合法賭場 中國政府 都是沒有權管 也從來沒有叫人不去賭博 他憑什麼叫人不去賭博呢 以及為什麼這樣做呢 這個影響有多少呢 我是會 在這條片上跟大家講的 首先 3月22日 我再調整一下時間 周五直播 23條之後 香港人 以及在外地的香港人 如何自處呢 我特意改遲這個時間 讓大家方便 大家記住 11點 香港台灣 就是美國東部 早上10點 大家不用這麼早起床 幾乎撞到所有人 倫敦3點 美國西部7點 都叫勉強可以的 中部9點 好了 這個 燒貓貓 我們做完這期 就會轉變經營策略 這個 阿蔥絲的餅 很好吃的 這個 香蔥餅 這樣的 這個 這些有些蜂糖 脆脆的好吃 兩盒185元而已 這些 我很喜歡吃的 芋條 香蔥味 芥末味 海苔味 三包 都很大包 這一包給我吃過大半 280元 三包 大家可以光顧一下 中國和新加坡 這個 我已經想到 中國為了吸收外來的遊客 他就是 跟新加坡互相免簽證 一互相免簽證 就很多人去新加坡 去新加坡的人數急測 這個牽涉到 有幾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 新加坡是中國走資很重要的地方 那是不是很多人代錢去新加坡呢 每人合法地可以代一兩萬 你都是很多錢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 會不會有人透過新加坡 走去其他地方呢 不用簽證 去完新加坡 新加坡有飛機去土耳其 去了土耳其 就可以去厄瓜多爾 走線去美國 第三點 去賭錢 去賭錢 新加坡旅遊局18號 意願入境新加坡的中國遊客人數 32萬人 2023年的時候 3.5萬人而已 現在32萬人 一年就會有400萬人 400萬人 這個就是 一人兩萬元都800億了 而且去了新加坡 會不會走了呢 有辦法代一些錢出去呢 這個變成冒險雞籠 幾十萬人是很難管的 中國駐新加坡大使 罕有地發公告 鄭重提醒港大的新中國公民 切實增強在新的中國公民 切實增強法律意識 遠離賭博 不要賭錢 大家看看他怎麼說的 是完全沒有法律根據 大陸說的話可以完全沒有法律根據 我國法律嚴禁賭博 嚴禁賭博是指 在中國境內 within a jurisdiction 中國的 jurisdiction不准造錢 刑法修正案 將跨境賭博正式入刑 什麼叫跨境賭博? 跨境賭博 有其狹窄定義 即是你在中國投注去新加坡那些網上的賭博 或者有些現場直播的賭博 這個就叫跨境賭博 就不是在新加坡賭博 一個中國人去了新加坡賭博 那個不是叫跨境賭博 嚴厲打擊跨境賭博違法活動 這個就回到這個定義 即使境外賭場合法開設 我公民跨境賭博涉嫌觸罰我國法律 這些全部是斷章取義 這個指什麼呢? 譬如新加坡賭場是合法開放的 菲律賓 他可以在網上投注 好像香港都可以網上投注賽馬和足球 你在中國投注 你就犯了中國的法律 沒有說不准去那裡賭 尤其是參與組織賭博、賭局 都會非法追究責任 尤其是什麼叫尤其是? 這些就特別犯法 犯多一些那些犯少一些 不是那些根本沒有犯法 你組織人去以前是沒事的 現在呢 你叫人去新加坡賭錢 你都犯法了 這個是拘捕了很多人 拘捕了那些組織去澳洲的人 拘捕了那些組織去澳門的人 都拘捕了很多 是違法行為 這些是強行將官你 其實是沒有法律根據的 十賭九片十賭九書 講賭博 掩賭之人輕則賭債前身 家財散盡 重則淒利止散家破人亡 跨境賭博還可以帶來詐騙、洗錢、綁架、拘禁、拐賣、偷盜等風險 十惡不赦 即是很嚴重賭博 這是習近平的清教徒主義 我問你了 十惡不赦的事情 中國政府為何會容許在中國境內做 因為澳門特區是中國境內 中國第一部份 還叫人舉報 你一個仇人 見到他入賭場 你快點報警 舉報郵箱和傳真 新加坡兩間賭場我去過 一間是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經營的 一間是雲頂經營的 他當然 當日李顯龍要開賭場 李光耀還沒死 那時候說 over my dead body 結果都是兒子拗贏了 真的開了 其實 有印尼的賭客 有馬來西亞的賭客 但是最大的賭客 永遠是來自中國 最後我會講講中國人的賭博基因 公告引起國際媒體 並在外交部記者問 中國公民在外國賭博 是違反了哪一條法律呢? 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一條法律說中國人在全世界都不准賭博 沒有 好 林劍說 關於你提到的具體問題 你自己去查 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法律根據的 從來都是合法的 實際上 2020年開始 中國大使館叫人戒賭 那時候澳門賭場入口 我還不知道還有沒有 寫了四句詩在這裡 賭博無必勝 輕住可疑請 閒時來換傻 保持娛樂性 你知道嗎? 在斯里蘭加的公民 遠離賭博 這裡是斯里蘭加 3月12日 又是這樣的事情 十島九片 在釜山 韓國 遠離賭博 全世界都出來了 柬埔寨 結身字號 遠離賭博 泰國 也有得賭嗎? 我去過仔州賭場 那時候我拍片去過 仔州賭場很漂亮 是做了幾百億的 這次麻煩 不准去 在韓公民 最好笑了 亞洲最早有的賭場之一 就是華克山莊 在1982年我去華克山莊賭錢 竟然贏了很多錢 那時候韓國有外匯管制 結果整個旅行 整個團的人 是黃玉郎請我們去的 每人幫我代些錢回來 個個身上都代滿了錢 2022年 尤其是菲律賓重要 菲律賓那時候的境外賭博 很多錢在菲律賓的 他是現場直播百加樂給你們買的 再次遣返四十幾個 在菲律賓從事離岸賭博的中國公民 這些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工作證 拿旅遊簽證去菲律賓 而在菲律賓賭場工作的人 其實這些很明顯是犯法的 去年12月又遣返180個 因為你沒有工作證 在賭場工作 菲律賓警方去蓋他 那時候菲律賓有幾棟大廈 整棟大廈裡面 有一些是開現場的百加樂 他是這樣的 你直播著 現在很厲害 你就可以投注 他有個電話在這裡 你可以打電話給他 你確定是現場 他那個不是錄影 騙你 你跟他講著電話 可以下注的 有人服務你們 這些是蓋得很厲害的 菲律賓 杜特爾特是跟中國合作的 中國越南也簽了打擊跨境賭博 被忘錄 中國使館警告公民去海外賭博 那為什麼可以去澳門島呢? 為什麼不被人賭博? 因為會導致外匯的流失 就是很多公務人員 以前去澳門島的很多都是官 輸很多錢 借了銀行錢不還 洗黑錢 我問你 如果這些是問題 為什麼可以在澳門賭博? 澳門的問題是大過其他地方十倍 大過其他地方十倍 即使境外賭場合法開放 都是犯法 分析說因為賭博行業有外交上的貢獻 找到一個理由 什麼叫外交上的貢獻? 很好笑 現在澳門的賭牌 有三個是何家的 一個是金沙 一個是銀河 什麼叫外交上的貢獻? 金沙是共和黨的金主 這個人死了 威尼斯 是支持特朗普的 我告訴你 為什麼合法地拿回他的牌 你不敢拿回他的牌 而容許中國公民輸這麼多錢 金沙 銀河是呂志和 是香港人 澳洲那個已經不存在了 還有MGM 是美帝的 為什麼容許美帝賺中國人的錢? 外交上的貢獻 其實 最後你是給了一個定的代價 是用來養住澳門的意思 否則澳門就死了 我們看看澳門 是吸多少血 澳門是境外最大的洗黑錢地方 2月份 博彩無收入 為184億 按年升7.9 按月跌4.4 這是因為過年的關係 2024年193億1月 184億2月 比起去年 比起2、3年 增加了67% 累計278億2個月 增加了72% 2個月378億 是這樣的 40%是政府的收入 政府的稅收就靠這條數 去到160億左右 剩下200億 就是賭場 賭場每個牌分幾十億 兩個月 他們會有些錢賺的 有少少錢賺的 因為賭場 現在他少了很多 那些踏下去的牌 所以比較集中一點 你看看他的博彩收入 博彩收入這個時候虧到媽媽都不認得了 2023年恢復到這裡 2024年又恢復到這裡 他的收入從哪裡來 大家看看澳門的收入 是多離譜 全盛時期 2013年 那時候有錢 不要緊 他總共收入多少錢呢 3,600億 一年 賭博收入 賭博收入是指什麼呢 殺回來的錢 賭場贏的錢 3,600億 政府的收入 佔了1,440億 政府的稅收 只有這一點 他是佔了政府稅收的八成 好了 這個時候 習近平就反貪 將他打了下來 接著那些人想到一個方法 又去過 去到2018年的時候 是去到3,000億 這兩年當然嚴重了 只有500億 幾百億 其實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2023至2025 博彩收入的預測 估計 博彩收入 2023年1,000億 2024年1,800億 2025年2,100億 最後我先告訴你 相對於2019年的水平 是3成5 64% 恢復到72% 他估計 這個就是 那些投行的估計 國子機收入多了很多 112% 外國人很喜歡玩國子機 中國人不是很喜歡玩國子機 玩國子機其實很好賺的 但是人馬小 就是 貴賓廳的收入 剩下9% 以前大部分交貴賓廳的收入 估計 這個是 EBITDA 852億 這個是沒有政策的改變 大家知道大陸 是可以一夜之間有政策的改變 最後我講一個conclusion給大家聽 菲律賓賺多少錢呢 菲律賓呢 這個是3千多億PATO 菲律賓 這個就看完東南亞各地的收入 澳門 這個 新冠疫情前 我都告訴你 最多是3千億 美金 那就是 四五百億 四百億左右 現在 這個就是 近來 這個是 疫情 這個就是 2023年 上半年 半年 這個就是 這個也是上半年 這個不怪得 應該是四百億左右 你看一下 這個是不同道量級數的 澳門 就算這樣也好 澳門估計 現在是一百五十億 他要流出多少錢呢 如果總共是一千八百億的時候 二百五十億美金流出 二百五十億美金 不同道量級的 這個是百億 這個是二十幾億 柬埔寨這些更少 這些就是非法賭博 柬埔寨很多都是 澳洲 原來最厲害就是菲律賓和新加坡 菲律賓和新加坡 但是這些全部加起來 都不夠一個澳門 你看 二十 四十 怎麼夠澳門呢 給不上一個澳門 全部加起來 新加坡 2022年、2023年收入 所有的博弈收入 包括體育投注 賣博 博彩 賽馬 是收到84億美金 很濕稅 84億美金 澳門是幾百億美金 澳門是去到500億美金 新加坡收得這麼少錢 大摩估計 2024年 只是博彩52億美金 上了一條新的峰值 這就是加上足球和賽馬 新加坡取消賽馬 馬場拆了 來自賭場入場稅的收益 一億美金 什麼叫做入場稅呢? 凡是新加坡人 沒有外國護照去賭場賭錢 要付100元 好了 我跟大家講 整個的問題就是 第一 習近平是一個新教徒 主張是道德的 什麼都要用道德去管 不過他自己喜歡喝酒 我想他不是很好吃的 現在已經 他是喜歡喝酒 他不吃飲 他不賭博 我也相信他個人是沒有貪污的 他不需要貪污 就是蔣介石是沒有貪污的 因為全世界的錢都是他的 他貪污來做什麼 皇帝都是貪污的 最高領袖貪污就是明朝的皇帝 萬曆自己不理國家 自己儲些私房錢 好了 第一 他是討厭這些事情 第二 就是根據高盛的估計 每年現在中國的外匯流失是很厲害 是一萬億美金 估計一年流失一萬億美金 這個對於中國 負擔是很沉重的 尤其是在外資流出那一刻 因此他很怕資金流出 而資金流出 就是其中一個很大的 外貿是有盈餘的 但是服務性行業 是有赤字的 其中很重大的是什麼呢? 旅遊當然是 就去讀書 幾十萬人在境外讀書 很多錢 其實賭博這裡 幾百億美金 一年幾百億美金 他不僅是幾百億美金的流失 而且還是造成了 很多洗黑錢和貪污的問題 那麼大陸一定不能夠容忍 如果新加坡都這樣限制 一定會再限制澳門的賭博 即是怎樣限制澳門的賭博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不准人帶這麼多錢出境 不准簽貨卡 又不會弄死你的 每人最多帶兩千元出境 你去中場賭得什麼錢呢? 澳門的賭博業是很嚴重的 將會有個寒冬 第二 就是中國人非常喜歡賭錢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中國人很喜歡賭博 中國人 人的天性就是喜歡賭博的 外國人比較沒有那麼喜歡賭錢 因為有個女人連坐Rovercoaster都不敢 還有某個女人也是不敢的 我不敢說她的名字 幾百個藉口不敢坐Rovercoaster 但是其實你坐Rovercoaster或者定點跳傘 其實你是會引起很多腦內啡的供應 跟賭錢一樣 你不做那樣東西 你不做這些東西 又比較少吸毒這些東西 你就會做多些賭博 中國人真的賭性是很重要的 那時候日本人不准打麻將 因為你打麻將會吵 晚上 我們的親戚去打麻將 結果被日本人罰他們 你知道嗎 托起麻將台 在街上哭 共產黨初初都是這樣對付人的 澳門的賭博業 被你吊著命幾年 但是習近平的政策要反覆很容易 好嗎 各位網友 農曆新年過了這麼久 我們開始推產品了 第一團燒貓貓 我就精選了兩樣東西給大家 大家都知道 阿沖絲 就是我們介紹的那些產品 他做芋頭的產品和餅 真的非常之好 今次有兩款產品 第一 香蔥餅加豐糖餅 這個 裡面一盒盒是這樣的 餅是這樣的 吃下去很香脆 真的弄得剛剛好 香蔥餅 又香又脆 是用優質麵粉 雞蛋白芝麻做的 然後 蜂糖餅 就是加了 這個是蜂糖餅 加了一些蜂蜜上去 甜蜜蜜 咬下去馬上有幸福感 兩盒 各一盒 兩盒合起來 很便宜 185元寄到你家裡 最後幾天 脆脆脆 我們保持著新鮮 另外一樣都是我很喜歡吃的東西 這個共共香 這個芋條 我們以前推出過的 我家裡有 我經常都拿來吃 有三種味道 香蔥 很大香蔥味 第二就是芥末 有一點點辣的 然後就是海苔味 是非常脆的 三包 280元 好了 還有兩款產品 這個叫做聖比德 咖啡牛扎糖 大家知道 有一個餅乾 這是咖啡味 香草鐵觀音味 夾著妖結糖在裡面 這是台北的牌子 每盒有20粒 兩盒加起來 183元 很便宜 這個就是愛不羅梭胡麻卷 我是有開來吃 它非常脆 有芝麻味道 還有一件事 不含添加劑 它是台灣唐氏中合正協會做的 是為公共服務做的 錢是捐給唐氏中合會的 這個愛不羅梭是西班牙語 就是擁抱的意思 大家不要羅梭了 支持唐氏中合正的家長 這是一個NGO辦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也很好吃的 我們為了保持新鮮 就是最後一兩天才叫它produce 截單日期4月5日 幾天內就寄到你那裡 所以 這樣訂發的東西 是永遠最好吃的 4月5日截單